昨天跟蔡總統聊了什麼 你有沒有稍微安慰他一下 所以你跟蔡總統聊什麼 昨天我們發言人劉毅廷都已經說明過了 大概就是寒暄吧 或是一個祝賀就這樣 沒有什麼實質的那個 那寒暄有聊到2020嗎 你想想看喔 電話中怎麼可能討論這種事情 新蓋鄉也是大不可能 市長你之前說選後有很多東西是選後再講 那就是有一些可能白綠分手又曖昧的經驗 現在已經見到了嗎 什麼要講啦 大概就是那 我剛才已經講了 其實 其實重點 算了 那個 不要算了 不要算了 你選前說選後要講 要講什麼 就是說你跟白綠是最高的 也沒有什麼事啊 他就是這樣 不過反正 反正就瘋瘋瘋瘋一路走過來 還好耶 所以是瘋瘋瘋瘋之後跟蔡總統重修就好是這樣嗎 老實講也沒有不好過 就是這樣 所以你2020會幫他 還是會支持小英 那還是那一句啊 如果把人民的福祉擺在最重要的位置 其實中央跟地方也不會有什麼衝突 其實在不同政黨之間 理論上也不會有太大的衝突 所以老實講 還是這樣 把人民的福祉放在最優先考量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被少掉 其實我們就是太多算計 想來想去 來講 這個 今天這不是打磕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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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有什麼話嗎 市長你會不會呼籲你的粉絲不要去罵丁手中 因為最近丁手中提議那個選舉無效之處 你的科粉都跑去罵他 好來 上完賽